先筆劃多,可以写大一点,但是通常都会写瘦一点 筆劃很多,注意那个间隔距离 这里要纳不纳的,故意的 上面那个很轻啊,所以有时候下面的字啊,就可以适当的加重啊 这样它就有轻重收放的感觉 不要上面轻下面也都轻啊 伤 额挪多姿 出稀際较的 真本頂啊 他現在寫的很柔弱 額諾多姿啊 但微忍還算是中甘義丹 跟字不太一樣 字感覺是重一點 我準備讓他間隔一致 這個穿有寫的一致跟不太一致 舒密的寫法兩種 流水寫寬一點 中間的流寫窄一點 這個是伸展的 拉開一點 不 超級 放一下放一下 那個放鬆喔 其實就是一個一種能力 一般的寫字還是寫的太用力 寫字不是一天到我都會用力 有時候是放鬆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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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圓圓三個水點 準備寫靠近 靠近有勢有勻 應該是下面有個撇 這個字是超難寫的 我也不知道真正筆順長什麼樣子 有時候在寫字的時候 筆順真的搞不清楚 你就找一個可以讓你字寫得漂亮的方式 的順序來寫 這是故意不尖的齁 不是每一個鈉都要尖 有時候要寫出那種 像點的鈉 所以故意不尖齁 筆順 筆順 camp 筆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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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通常都寫的比較帳 這邊可以拉長 先來拿捏皮 嗯 敲上去 折下了 他喜歡寫這個動作 不要折到有點斷掉的感覺 還是有點彈性 字如果沒有彈性就不好看 好 好 字 嗯 只可以趁機寫中的底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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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回來 不用說寫壞就壞 沒關係 再救回來就好 弱 寫的 超扁的 線也是 拉下來 往上面 扣起來 延遲 按頂 弧度啊 真的要寫習慣 其實並不難 就是你沒有養成習慣 你訓練的時間夠不夠多 能不能寫到那種 已經 看了就可以寫出來的樣子 好 遲 左高 右低 左比起高一點 右下腳低一點 右下腳低一點 吸 上面已經伸長了 在刺長痕 主長痕 就是兩個不要一樣長就好 按 按 按 通常都是 直接逆上去 這個點應該夠長啊 每次想到的女優都特地講這個 反而這個撇不用長 這樣效果才會好 對 雖然是簡單的這個 綿字旁 還是有 不同的寫法 他還是擅長變化